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Service Mesh 在小米的落地和使用 后边的米万其实是我们提供的中间件 其实套件是整个就叫米万 就包括CSD 然后RPC 然后注册中心 网关 然后压测 然后容器化 还有可观测性 很大的一个东西总共的 然后里面有些东西用到Service Mesh技术 然后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是这块 背景介绍 现在是第一部分 就是Satcard模式是 就是一种将应用功能 从应用本身剥离出来 作为单独进程的方式 就是该模式 允许我们向应用无侵入的 就添加各种功能 比如日志 比如服务的发现 以注册 或者加一些配置 然后更好作用 它是更松的一种偶合 因为以前我们的做法其实基于更多的基于渣码 那种做法 扩展一种基于class loader 变得没有那么苛刻了 就支持异构的语言 其实是我们测试可以接受的 底下这张图就是一个 Satcard的一个图吧 其实host就是在一台主题上 往往都是在一台主题上 对 然后Service Mesh 其实服务网格是处理服务间通信的基础设施层 它负责构成现代余员生应用程序的复杂服务拓谱 来可靠的交互情绪 在实践中Service Mesh 通常以轻量级网络代理阵列的形式实现 这些代理的应用其实部署在一块 部署在一块 就是Satcard那种方式 对应用程序来说是无需感知代理的存在 底下就是一张图 其实这张图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通信的次数变多了 但它让代码的偶合性也同样降低了 就反正我们在我们看来是利大于弊 可以简单认为是在HTTP这种通信 HTTP这种协议出来之前 大家更多用TCP TCP其实它的性能会更高 但它的应用性其实是降低的 后来有HTTP 大家其实很少罗写TCP 或者也可以认为 其实在KBIS出来之前 其实Mesh也有 但很难落地 因为它涉及大规模的容器编排 但从KBIS出现之后 这就如同TCP 可以进化成HTTP 它有用方式 就是可以把一些相关联的应用 我们不在一个容器内 但它不在一个POD内 但它们其实是Sitecar模式这么隔离的 其实它是有提连的效果在里面的 这是我们其实真正落地的 就是Service Mesh或Sitecar模式落地的一个产品 就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Fuzz的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底层的实现方式 就是通过Mesh来实现 Fuzz其实就是功能计服务 就是一种云计算的服务 它是因为开发人员将以功能的形式来构建 计算运行和管理这些应用 无需自己维护基础架构 最简单的说就是把RPC这种的服务注册 服务发现 熔断 线流 可观测性系统 其实都抽离了 包括对Math Circle 就是DB的一些操作 Catch的一些操作 MQ的一些操作 其实都以服务的形式呈现出来 其实可以粗浅地认为 就是其实可以当Function这么简单的调用 然后其实还会传现一些Event 比如是销售剧烈的事件 和等等的一些事件 就是实际上就是能得到的好处 就是有开发人员的开发效率 其实变得很高 因为它更多的时候 其实它面对的第一对象 并不是一个类 其实就是一个Function 然后掉起来其实很快的 而且看API 其实往往都是RDP那种 或者抽象好的那种RPC的接口去调用 然后它还有一些事件驱动 事件驱动其实包括像销售剧烈的那种方式 就不是以销售剧烈了 而是就得到一个Event 然后拿到直接这么处理 因为它其实变得更轻量 因为你的B字代码 其实就在可能 很有可能带一个容器 容器的其他的中间键 就获取的方式 其实都变成容器间调用了 实际上它能做到秒级的弹性伸缩了 因为它的代码量级就是下降了N多个维度 而且它很多触制发行内容 已经就在SET卡里实现了 比如数据库的连接 比如REGIS的连接 RPC的连接和消息队列的连接 其实都在那些SET卡里实现 所以你的业务代码 其实很容易做到 就很快的缩容和扩容 另外其实这个东西 如果缩扩容很快 其实在业务上也是有价值 就我们这么理解 就是说往往 就是如果一个比较传统Spring Boot的应用 比如是一个交易链路里很核心的 往往它的启动时间就能达到一分钟 也就是在这一分钟 它并不能很好的提供服务 这时候其实你要写一些代码 能保证它优雅的停机和关机 其实这个成本并不小 然后也不比你做SET卡的成本低 而且有的时候这些时间 随着项目越来越大的 其实会引入中间间越来越多 其实它时间还会增长 也就是说这个时间其实也很重要 就是说我的服务从我发布到能用 这段时间其实也对大部分应用 也还是很保护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目前其实也有很多方式 比如native的方式 就像Java可以编译成二斤纸 有点像Golang的那种 其实这是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方式其实就是这种SET卡的方式 就是把业务和中间间代码分离 它的代码就变得更少了 它的运维部署成本 其实都由某些运营台来提供 比如就是阿里鱼或者金山鱼 其实这样的话 其实这些KPS就变成最基本的组件 就是地基了 然后享受KPS带来的那种弹性 和可缩容的能力 然后这里多讲一些 其实对于那种SET卡模式 还有一个巨大的好处 因为它的代码从容器级别 它其实就格力开了 这时候即使有一个东西 有内存泄漏 其实也并不太可怕了 以前很好吧 因为你内存泄漏 在它崩溃之前 它会其实让你其他的服务变得不稳定 但它其实崩溃了 在KPS上它崩溃了很 它就拉起 而且因为你格力的比较好 它并会影响其他的方法 然后第四题 其实就可以用任何语言来编写你的SET卡 因为很多语言 其实有它的语言特性 就语言层面上没有好与不好 其实更有适合它的业务场景 就可能像Pyzen或者PGP 其实你不能说它不好 它比如在那些业务领域 其实可以很快的搭建和编写 比如在AI方面 其实Pyzen现在其实是低语言 像那些Docker Docker KPS 勾浪是低语言 像一些电商 比如阿里京东 其实渣网是低语言 这语言就并没有高低之分 而且很多时候你跟外部门合作 和外公司 外公司合作 你很难保证语言是同构的 之前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抛杰 在Sedcar出了之前 其实这个语言还是很重要 就是基本上你们公司 那不是特别大的公司 就你是一门语言 其实你的成本是最低的 但有的时候很多有场景 可能换一门语言 它是可能是最好的 但这个其实对语言的要求 就变得其实很低了 然后第五条 就是仅在必要和需要的时候 消费资源 因为这个最大的作用是 其实是你的 原来比如Java 其实你最小的单位是一个类 就是你一个service 但你一个service里有若干个方法 其实你去发布的时候 你很难说 比如它有10个方法 在往往在业务上 它并不是均匀的 很有可能某一个方法 它消耗的资源气氛在80% 其实也是符合28原则的 不是均分的 就往往有一个方式 其实耗的最多 就这样的 因为你能切的力度更小 这时候就有两大优势 首先你可以按方法级别 给它去谈机器 这样就不会造成机器浪费 因为有的时候 是你越小的力度 其实你越容易把控 而且你按方式级别 其实对你的一些 这些我的产出 就是说我对资源的浪费 资源的使用情况 也更容易了解 同样也能达到 就支付的时候 就更合理的进行支付了 然后这就是一个SERVLESS SERVLESS就简单就说到这 这是一个SERVLESS的 一个这两张图 然后左边是FUNCTION 然后右边其实就是用的资源 资源就是若干个资源 比如RPC 比如注册中心 比如DB 比如CASH 就等等 其实它完成了Jail 其实Jail有两个好处 如果我刚才上的 其实对资源上 其实变成一个Jail 还有一个好处 其实以前我们遇到 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产出的中间键 其实中间键跟业务一样 它也是有bug的 但其实它的升级 是非常困难的 就是比如在扎入领域 你可以用那种快照包 这样的话业务不感觉 但快照包也有存在 同样的风险 就是业务也并不能感知你的升级 有可能你的升级 对A业务是适用的 但对B业务 可能会带一些隐性的问题 但如果除了这种 你用FUNCTION的包 其实很难去说服业务去升级 尤其是有些安全性问题 就在业务看来 它是不能感知的 但对于安全性 其实要求还挺高的 这个升级成本是非常高的 就我们以前曾经做过一些东西 可能是在发布的时候 尝试改Home 然后把你版本升上 但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有问题的 问题就是还是太隐性了 也不是显性的 而且其实中间键代码 和业务代码在一起 本身其实业务也没有很多的余力 去看你中间键代码 就造成其实你百分之一个 一个代码百分之八九十的代码 其实在业务测 它的业务代码可能半百分之二十 但中间键可能占了百分之八十 但那些包它也不去看 这样其实不容易分离 就是实际上各管各的中间键 他们在管中间键的 然后业务团队管业务的代码 然后实际上以前业务代码在没有 这种卖式化之前 其实还有一些控制层的 但其实他们也不是特别想关心这些东西 比如线流比如熔断 比如服务发现这些东西 其实也跟业务代码偶合在一起 比如他们自己家 Sentino的东西 其实成本也并不很低 而且和业务代码偶合起来 就是维护成本也是有一定的 然后其实这边我们做法 其实就是Sentacart 就是之间的通信 就是实际上是用 是用RPC来通信的 这边其实我们有几种 这边有手标了一个 应该还有一个double 其实有优点 我们自己改写的UDS 然后有double 然后这RPC 这边可以简单的交流一下 就是说这几种通信的优缺点 就UDS 如果你用nit去裸写的话 或者其他语言就用你的domain socket 它性能比较好 因为RPC的 但你的开发成本稍微的多一点点 这边你也可以用GRPC 这RPC其实叫ATPR 它的好处其实是大家认为它是一种标准 就云烟生下的标准 就比如它某一天生产LTP3 大概率这RPC一行代码不用改 这样你能拿到低于UDP的一些 就自己改的UDP的一些 就性能上比较好的优势 然后这边其实我们少标了一个double 就double其实很容易就通过扩展 让它支持UDS 就这样的话 你double有一点其实还是挺好的 它在服务发现服务注册这边 还有它各种扩展点 协议编解码 然后通信协议 然后这些东西 比如一些协议的拦截 这些它做的都很好 它的扩展点非常非常多 你很容易基于它就改成一个 你自己在某些特定环境下用的RPC 反正这些东西你根据你不同的场景 就选择吧 反正最快如果你更多的渣游体积 我推荐直接就拿double 然后加个通信协议 有些服务对性能要求更高的 可能还是要你们自己根据自己的开发 改成低于UDS的 RPC的这种 其实它的我们能看到好处 因为RPC有一个理念是通过配置文件 直接生成很多代码 它这个有的时候 我们看来有好处又不好 不好的说 就是实际上那个代码生成的 有的时候业务会改 改的时候就会造成有的时候很难受 但其实这个东西 我们不建议它改一号代码了 就是但那个代码生成在业务那边 有时候也很难把控 但它有一个好处的就是说 对于任何一个语言 它的接触成本都非常低 基本上它拿那个语言生成完了 基本就直接能用了 就直接加一点业务代码的想法 包括对于我们之间的不用去适配 比如PHP 比如Kyzen 比如C++ 比如C 它基本上很容易就生成了 反正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还挺有意思一点 就看你通过那种 就是如果是比较纯Java的 我们建议直接通过Double 然后加一个通讯协议 UDS通讯协议直接用 但如果某些特别特殊的情况 这个通讯我们建议用UDS 然后比如你们的语言比较多 直接用JRPC 然后生个代码 然后往后掉就可以了 我再翻过来再说一下 Fuzz应该没说完 Fuzz其实我们分两套 这边没画出来一种是那种 拖拖拽拽拽的 基本拖出来就是 基本所有功能都通过那种 intention去实现的 就是比如Double的调用 比如JRPC的调用 它可能就一个框 然后填个ServiceName MetherName 然后Parameter Parameter里的内容其实是个 类似于ServTrad 其实可以顾虑的是JSON 然后直接调我 基本上拖拖块就行了 另外一种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 通过Sight Car 把所有中间键 投入Fuzz里抽离开 其实它就是一个业务的 一个业务的容器 然后挂载N多个中间键的Sight Car 然后掉N多个中间键的Sight Car 然后可能上了 还有一个Sight Car 专门管得Mesh处理的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其实那样的话 其实业务开发起来是非常快的 因为我们现在在小米 已经有业务上限了 就是它的性能消耗 因为他们访问DB和Redis 那个性能是完全可以接受 不是很大的问题 然后能得到 其实就是生产力的解放 开发起来效率还是很高的 另外一个落地的是我们这边的网关 网关进行一次Mesh化 其实这是我们网关的一个图 这个图其实大部分网关 都是这么实现的 就是说有些代码其实可以抽象 你不用每个业务都重新去开发 比如最简单的就是健全认证 这些负载军航日记录 不一一说了 反正每个网关都会做这些 他们就认为 所有的可以抽象成上层的 就不用每个业务都去开发 然后底层再造业务 其实我们网关做的其实还可以 比如像服务编排 你可以拖拖拖拖把多个服务 抽成一个服务 然后其实就可以并且调用 写业状况比如像 Double GPC这些HTP的就都可以 这些不在这里重点讨论 反正这是我们的一个网关 然后基本上每年双K大促也会走这套网 就是性能还是可以的 我说为什么我们不要卖车瓦 因为实际上网关我们继续扎会开发的 然后其实业务会提交很多那种 我们通过Filter扩展这种方式 但业务会提交很多那种Filter 因为他们觉得比如某一个大组 比如订单组他们开发一个Filter 我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他们愿验证refer的这种东西 就是说他们认为他们的refer有一定规范 可能跟BSO并不一样 他们会开发一些Filter 这个Filter我们通过那种class loader那种加载 就是说实际上你不用重新网关 但这个同样会带来问题 实际上他们Filter会跟我们在一个GNM里跑 这时候其实它的偶合度非常高的 就是说一是偶合度 靠另外一个其实资源很难去隔离 就是说比如他写了一个死兄 比如他写了一个内存泄漏 就很容易影响网关的整体的性能 这不是工学来风 这实际上我们遇到过 当时Promuse有一个团队加了一个Filter 其实就干成一个事 就Promuse打点 但他们因为打点的维度有一个不知道怎么写的 它其实是加到一个时间戳了 就造成的维度非常高 然后它的Map非常大 其实看起来那其实就是一个内存泄漏 整个造成网关的整体性能会下降 然后它会造成GC非常频繁 但这个东西在我们赛的卡之前就是麦式化之前 其实是很难解的 因为它其实在一个GM 就是我们必须通过review它代码的情况去发现这些问题 但这些有时候不太现实 就是有时候比如他们的Filter提交的比较急 在某一个特定时间就要上线 有时候你很难特别细致的去review这代码 这个在我们赛特卡之前 我们只能通过可观的系统 就是TreeSign, Logging, Matrix 那些去看 但这其实已经事后 对你发现问题再去改问题 其实也是有一定成本的 但后来我们通过赛特卡 赛特卡其实它的PUDA 它会单独跑到一个容器内 只不过在一个Pose内 这时候就会发现它的TreeSign 即使溢出了 也会把它的重新拉起 但重新拉起的说 并不会影响我们整体的这个网关的性能 也这个这点比较好 也就是说其实在KPS这个时代 就内存泄漏 你说可怕吧也可怕 你说不可怕吧 然后你做的 切割的足够细理度 它也就完成一个重铁 然后其实重铁也并不是很大 其实还挺快的 然后第二点其实 以前就遇到过问题 就是很多使用网关的 其实它是其他团队的 就是另外一个很大的团队 他们种种原因 他们可能沉淀的更多的是Golang 或者Python这种的 就是说他们有很好的沉淀 并且这个东西其实也很好的跑起来了 但接网关的时候 因为Java这个东西 你可能能用Script engine这种东西 就是说比如支持JavaScript 比如支持Python 像Python还好 Python它Python和agree也还好 它社区其实还算挺 挺活跃的能跟上 但像JavaScript 其实它跟进的很差 就好多后边新加的语言 它并不支持 而且就算你用Golang 也有这一遍的问题 比如Golang的你支持 就算你找到了一个Script engine 就是Java去执行它 但它比如像写程这种本身语言比较出彩的地方 它支持也相对比较差 那这时候你用CityCard 其实我们通过UDS直接调 其实你语言 你比如你拿Golang语言 你写的 只要咱们两边的接口能调到 就是UDS那边能通 你用任何语言 其实我们不用感知的 当然对语言的支持 其实就非常好 非常nest 就是说你可以用任何语言 然后去调 就你之前沉淀的任何一个代码 其实还是能再用的 其实这个东西再要翻回来 就刚才那发子 我也可以再说两句 就是说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你任何一个好的系统 其实应该对修改是关闭的 就是你不应该让它随便修改 因为随便修改肯定 它并不能 它只是一个局部最优 它只能知道对自己修改这是有利 但是它并不能知道这之后 对别人或其他人的影响 所以应该是对扩展是开放的 所以当时我们的FaaS平台 支持三种CityCard 比如说扩展 就是我觉得有价值 比如说这边可以交流一下 就比如说任何一个请求进来 其实有点像AOP那种感觉 你可以对它的request orresponse做一些修改 这我们定义为filter 就是request 你可以修改参数 你可以验证参数 你都可以把它请求再转移到其他地方 你可以对rebounce进行一些修改 比如那种tressing 比如那种matrix 你可以看它底层的错码 到底是什么 这是filter 可以通过CityCard 另外一种就是叫 我们这边叫一个tension 就是一个扩展 比如我随便举例子 比如一个团队 就在其他团队 比如N个团队 都没有用的一个新技术 比如比如R 随便举一个叫mongodb 他们引入了这个mongodb 我们也支持他们 实现一个mongodb的tension 然后直接通过扩展 能调到他们的扩展率 这也支持CityCard 就是任何一个新技术 其实它引进 只会影响它自己 那这个tension 如果它跟filter一样 他们自己组用得很好 也在很长的时间 证明自己的稳定性 就它也可以推荐给别的组 在发子平台 其实就一个勾 如果很长时间没问题 它可以推荐给我们 我们直接就可以推到一个 类似于商店的东西 然后就直接可以勾选 像filter 一个tension 都可以勾选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调那个业务代码 也分两种模式 如果真的对性能 特别特别急着要求 其实我现在目前也还支持 class load 那种性能 其实那种性能 基本就跟原生性能没有任何区别了 然后其实大部分觉得在90%以上 其实就是通过那种 set card是调到的B字代码 那种的其实就支持任何你的易购语言 还有一点这边我们总结的就是实际上 你不是set card 比如你加了任何一个扩展 比如filter 比如Extension 比如B字代码 其实你测试成本还挺高的 比如你加一个filter代码 往往你得真的上steam环境 然后通过日质或者可观测性能 你能看到你的filter跑怎么样 但其实你set card模式 那东西本身就是一个进床 他自己就跑去了 你很容易完成一个自测 包括自己的单元测试 包括自测其实都很容易 就是你很容易在上一线之前 你能完成所有的测试 对 然后另外一个 其实这个问题在出现 其实跟上边那个class一样 就是你的问题往往是影响你自己 你很难影响别人 就这基于其实这基于还不是贴拔 大家这基于Docker的合理性 就有siggroup 人家namespace 就不让你的问题 只变成你的问题 不会影响到别人 然后因为我刚才说了 其实你因为通过set card的话 你可以把资源变得更小的力度 其实对扩容缩容就变得更为友好 理论上其实你人为干预的 会变得更低 比如刚才我说的 其实你多个东西在一起 其实你就跟水桶一样 就是多个filter 或多个一个pension 往往如果在一块代码 就最短的一块木板 就决定这个桶能装多少水 但其实这样就分开了 每个人都是一个桶 其实很难影响到别人 对 这个其实就是刚才我那些的总共在一个概括 其实还是那些 完全叫我不限制开发语言 更灵活更容易扩展 自然恶劣 独立于主程序 提升我们定性 同时为部署升级带来的便利 知识更复杂的配合 因为理论上你那个东西就是一个进程 你可以把那个filter或以otension 写的异常复杂 但我们也不关心 因为大家都是通过接口来去交互了 也并不关心你资源浪费怎么样 反正你 你如果觉得你那个filter或以otension 非常消费资源 你由自己 把你的容器的那些资源 申请大 比如CPU内存 Io 对 我这个分享基本就到这里了 然后其实后续我们这个米万还会整体的开源 包括我们这个buzz平台的解决方案和网关的解决方案 然后这边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这边的技术其实 就是这里其实挺多的深度使用RPC的一些特性 包括一些在哪些场景下在哪些RPC就是更容易使用 在哪些场景下哪些RPC可能更好用一些 然后这边其实就不再更具体 但底下咱们可以在这交流 就怎么做Sedcar 在Sedcar这种模式下 RPC通信到底是怎么样的更合理怎么选情 都可以再继续探讨 反正就是一个炮转引玉 因为我们是简单描述片 我们在实践中就是Sedcar Mesh 这是我们的一些思考 但这后续其实还有一些很多话题 比如在这种Mesh的话 RPC到底什么样的定位 它在这中间是能做什么 它不能做什么 或者说选中哪些RPC能解哪些问题 其实可以在更深度的交流 反正底下欢迎再去交流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